美国现在其实不要说是 可能也要小心接下来 会不会又在新一波的疫情之外 还有什么比病毒更麻烦的呢 还真是有 内部的因素跟外部的因素都有 你看像现在拜登是不是面临到一种 内外夹攻的窘境呢 因为这个最新的民调就发现 2020的大选 61%的人认为是正当 但是有32%的人认为是舞弊 觉得好像还是不太认同 这个拜登胜选 像在今年的1月3月 还有2020的11月 也有这个民调 认为拜登因为舞弊胜选的受访者 比例都是32% 三成都认为他作弊吗 然后抱持这种观点 多半都是共和党的支持者 所以是不是到现在 拜登还是依旧得不到认可 那如此一来的话 难道川普又有机会吗 好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外部的因素 当然就是中国的因素了 亮哥你怎么看现在拜登 他真的是还是很麻烦吗 挑战还是很多吗 因为拜登他算赢的不是很多 可是他上台之后 他的政策都非常激进 对 那共和党技术是完全不能接受 包括各种补贴 还有什么事情都要国家来带动 那这个跟共和党市场为主的思考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就反弹得非常严重 那事实上支持川普的选民 在共和党内部还有将近四成 他还是民调第一 共和党内部 所以川普当然一定会卷土重来 那他的第一招大概就是 一定会针对拜登的预算来做攻击 那就看共和党里面有哪些人妥协 那明年其中选举 他大概就是要针对这些人 要把他们扳倒 还有哪一些人曾经来对抗川普 他大概已经有黑名单了 那明年他就要搞共和党的初选 然后就借这个过程 大概一年的时间 他就又登上台面 那听说他已经在筹备中了 快要出来了 快要出来了 是 这个是在美国现在 这是内部 内部的问题 不过呢 外部呢 还是中国的因素很大 现在抗中啊 这个喊得很大声啊 我觉得抗中主要还是 因为他要拉台到 把他的预算定位为 是为了对抗中国嘛 这样共和党才比较没有理由来杯葛嘛 所以他现在基本上事都照得很高啦 都是要对抗中国啊 包括科技啊 还有新冠肺炎的调查起源啊等等 还有军事啊 还有G7啊等等啊 还有都把台海和平安定都纳入嘛 对不对 那就在摆出那个姿态 然后让共和党就觉得说 我这个预算就是为了对抗中国 你们一定要让我过啊 不然你们就是对中国不够对抗 对对 我觉得他现在一切目的都是为了通过预算 所以他为了要把自己凝聚成是一个 抗中的领袖 所以这个预算本来以为7月4号就要过了 那个普洛西是说7月就要让他过 没有办法 因为实在对抗的太厉害 他光是那个基建从2.3兆 现在又降到1.7兆 还过不了 共和党现在最多说最多只能够让你通过9800亿 还在对抗中啊 对啊 所以现在还是一个分歧的社会了 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是不是 对 都一直说要团结啊 想办法要能够整合啊 好像看起来效果不张嘛 是不是 賴老师 我觉得现在是欧美他们都面临一个困境 就是说欧美的民众对于他们目前的政治制度 我觉得产生了很高度的怀疑 像你看这次法国的地方选举 投票率就有三成 对 六成不投票 百分之六十六人不投票 那等于是绝大部分人对目前的这套制度 已经失去 对 失去信心了 也不完了 那你想想看 以这么低的这种投票率 就代表说选出来的官员已经不代表民意 但是不代表民意他又有权利 他又在运作 那目前来讲美国也造成了社会的分裂 而且这个撕裂非常的严重 你看有三成的人认为这个拜登是舞弊 舞弊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绝对不会信任他 也不会支持他 然后只要有拜登的场合 那这些人一定会跟他畅谈掉 那所以我觉得对拜登在执政内部里面 他会面临很大的一个困难 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刚刚谈到的 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的经济 在这两三年没有上来的话 我觉得拜登的情况会很不理想 拜登能不能连任的情况 我觉得会很不乐观 会很不乐观 因为你看这半年过来 他一无所成 他几乎没有办法摆定搞定任何事情 而且他跟欧盟的关系也是心愿意 也就是欧盟对他来讲也是杨凤英伟 那您刚刚看到的有关于 例如说有 那大陆呢 大陆这个驻美大使崔天凯 不是都要离开美国吗 美国的外交圈好像冷处理了 是不是因为美中的关系没有缓和呢 那再者就是他在发表词别信这一天呢 到访俄罗斯的驻美使馆 还跟这个刚回到华盛顿的俄国驻美大使 安东诺夫举行会面 那你看那两个人还合影 那么谈的是什么 是有关于6月16号在日内瓦的拜普会的情况 这个是什么样子的意涵呢 那是不是可能也是要做给美国看呢 这个就是因为俄国跟中国大陆都很清楚知道 拜登要跟普丁见面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挑拨中俄的关系 他们很清楚 所以你看在第一时间 他们就透过外交通报 跟这个中国大陆说 我们在会谈的时候 拜登讲了七次你的坏话 这个都有公布出来 那这一次呢 刚刚回到美国的俄国的大使 马上就跟这个崔天凯就见面 因为天凯马上要回中国大陆去了嘛 所以他们新的大使准备要过来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他就用大使跟大使之间 他就跟他通报 整个这个拜登跟普丁见面的时候 他们谈的事情 那这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说中俄的互信 他们还要继续把它巩固下来 那也就是说不让美国挑拨成功 结果美国挑拨确实是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的时候 他的这个白共的安全顾问 这个苏利文突然间 又宣布了一件事说 我们对俄国会有更严厉的 一系列的制裁 你看前一天才跟人家谈完 后来没几天 马上又说要对俄国人实施制裁 然后这个时候 为什么拜登会气急败坏 会失态骂那个记者 最主要是那个记者就问拜登 他说你有没有跟这个普丁 谈到人权的问题 有没有谈到你关押的那个反对派的首领的问题 然后拜登没有说嘛 后来苏利文他就说 他说啊 他说人权的问题我们没有谈啦 还有就是唱高调的事我们也没有谈啦 对 但是问题就是俄国人回给美国的意思就是说 你敢谈 你对我不礼貌 我会加倍还给你 然后你如果有谈一些不愉快的事 我会让你更不愉快 那你想想看 以普丁的这种个性来讲的话 那就变成拜登不敢讲 不敢讲的时候 这事后来讲 那你美国的内部里面 华盛顿里面怎么看拜登 然后拜登的同盟者 就是欧洲人怎么看 原来你在普丁面前也不敢讲 人权的问题也不敢讲那个 那你平常叫那么大声 然后什么都 好像很强势 什么都不敢做 因为怕被拜登吃牌头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你想想看 不怕被普丁吃牌头 那这样你拜登就变成 装得很强悍 但事实上是又不强悍 然后装得你要怎么做 但事实上你又做不出东西来 然后现在对中国大陆 你又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也就是说人家就是不跟你谈 你看戴琪上来了 已经半年了 那就跟刘鹤打一通电话而已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什么关税什么事 没有人理你 然后你讲了半天 什么三零一法案没有人理你 那你要弄什么东西 没有人理你 你不觉得这个美国现在不知道在玩什么东西 没有人看得懂